在大台北地區租房子 一個月一萬八 可以租到什麼樣的房子呢 網路上有房東PO出一個新的物件 在捷運中山國小旁邊的黃金地段 看起來非常的不錯 可是仔細一看 這室內的格局好像找不到床 要直接睡在壁橱裡面 網友笑稱根本就是 多拉A夢的房間 多拉A夢它就不能安心的 回到未來世界 多拉A夢睡大雄房間的壁橱裡 想必你我都不陌生 但這樣的卡通場景真實上演 房間裡頭沒有床 仔細看原來藏在旁邊櫃子裡 不過跟多拉A夢不太一樣 這床在下層 上層則是收納空間 有受到驚嚇的人才會住到壁橱裡面 就是有點優蔽 他睡覺的時候要關門 民眾難接受 但出租內容也顯明 其實房子位在後洞 安靜又有採光 位於海市乾濕分離 附有簡易廚房 十一坪空間月租開出1.8萬 敢開出這樣的價格 其實就是因為這個物件 就位在捷運中山國小站附近 旁邊是小吃林立 從便利超商 量飯店 甚至是百貨公司醫院通通有 等於十一住行都能一次解決 不過看看當地其他物件 同樣1.8萬 這間綠電鋒 又一張大床 大片窗戶 電視和桌子 價格再高一點點的兩萬內 還能租到樓中樓格局 重點是有張軟綿綿的大床 區域的一個租賣的一個單價 大概是一坪在1350到1500塊之間 所以說如果以這個個案稍微偏高 還是要評估它的裝潢的一個多寡 也會影響到房價的一個變化 划不划算 見人見智 總規一句 招房租房 還是自己住的舒適最重要 東森的新聞科 黃明洪佩宇 台北採訪報導 黃明洪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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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洪佩宇